这两年凡尔赛文学又一次出了圈 全因为一个叫萌7777的人 他可以说是凡尔赛文学的掌门人 在他的微博中他有完美的老公 人均1500的日料 2万的大衣 4万的包包 7万的眼镜 隔三差五去SKB消费的富博生活 但最近有网友忽然指出 他所描述的生活都是假的 而这一争议要让他的微博粉丝 在短短一天内涨了将近20万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好奇 这些文字到底是真的 还是他造出的凡尔赛梦 于是我们把它找来聊了聊 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一些略想浮夸的细节和措辞 还是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惊 欢迎来到不普通人的事录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作家萌琪琪 这两天大家应该看过 我的凡尔赛热搜了吧 没想到30岁最后几个月 能这么刺激 既然你提起来 那我们就必须开门见山的未来 你离婚了吗 现在有这么一张截图盛传网络 盛传是您丈夫公开和您划清界线 当然没离 那些营销号可能是看热度下去了 想给我再加一把火吧 那知故账号也不是你先生呢 不是 但是有人说这个账号的头像 经历之类的都和你先生对得上 这怎么解释呢 头像很多人在用很容易造谣 经历也完全对不上 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有些东西 把我先生的本科学历都说高了 那些所谓的爆料真的假的我都哭了 幸好他们IT圈不玩这些 不怕别人觉得你是骗子吗 我不怕 我有赚钱的实力 这些影响不到我 如果我真是一个 在三线城市出租屋里的小妹 我可能会担心 但是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对那些质疑我的人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可以理解为不屑 我们不是一个圈层的 说了也说不清楚 你们觉得是一想就是一想好了 让你们在苦闷的生活中 开心一下也不错 所以你微博上那些甜甜的爱情故事 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大家觉得我写凡尔赛文学 可能是因为我的写作手法太严勤了 我应该写的日常一些 但没办法 我是个作家 我的文笔真的做不到太腐实 我写微博是有一定的文学修词在里面的 那你微博会编辑很多次是因为 比如这张截图 您的微博第一次写我搬到了别墅区 第二次就厉害了 我人生升级 第三次我换了别墅 每次一次都加强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被诟病的 我是一个作家 我写剧本都要改十遍 这种认真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我在包装自己吗 那请问我包装这些有什么用呢 有些女生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词 进吸引一些人来追求自己 但对我这种已婚人士 这有什么用呢 那你觉得自己是法尔赛贵族吗 其实我昨天才听说这个词 微博上还有人说是法尔赛鼻祖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跟风 创作我的法尔赛爱情故事 所以说是我让这个出圈的吗 一个很缺钱的人 可能看到谁发东西会觉得炫耀 很缺爱的人 一个很缺爱的人 看到我的微博就会觉得 男人凭什么这么爱你 你长得不漂亮 你应该去看精神医生 停止你的臆想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就算不是法尔赛贵族 至少也是富婆吧 我在微博里说自己是富婆 只是想表达我想赚钱的愿望而已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每天都有大量的剧本活 偶尔会去出去逛逛街 但是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法尔赛了 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房子而已 然后夏天还很热 也没有电梯 小区低库的车都是二三十万的水平 请问我哪里炫富了 的确挺普通的 也没觉得炫富 那这次火了之后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我的微博报价会更高 从一千到五千了 这些钱对你来说 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怎么会 我的金钱关很踏实 几百块的事情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几千块的事 我是一定会做的 妈一腿的钱我都会去赚 我动动手指就可以赚到钱 而且这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不呢 如果现在可以出国旅行的话 想去哪里呢 去日本泡温泉吧 我在京都有一家 很喜欢的温泉酒店 名字我就不说了 妈妈和我关系很好 因为会一些日语嘛 偶尔会跟她学一些京东话 教我两句京东话吧 你的语法好高级 不过这不是日常用语了 我就只会说凭假名片假名 和一些日常的绘画而已 原来是散装旅行日语 看你微博 你经常来SKP吗 一周来逛几次 我不常来 我一共就去过两次SKP 之前买的眼镜 也是最贵的单品 我发那些什么高定香水 这本身是因为 我本身也觉得它们很贵 只是想分享而已 我逛街主要是为了创作 因为我写的是都市言情类 浪漫的也许多 所以需要一些时尚元素 我自己也喜欢在街上体验生活 这就是我喜欢北京的原因 我的物欲是比较低的 也不会追求 特意去追求名牌 还有包裹打断什么 真的就是只是一个 普通的编剧而已 对了 你的手机 你们想问我 为什么还用iPhone 7P是吗 我的物欲比较低 然后我也不需要用iPhone 12 来证明我有钱 这个iPhone 7P 我直接又拿来用了 屏幕都刻坏了 本来打算换掉的 但这个7P 既然被我带火了 我就决定不换了 还有网友会质疑你那个火锅 就是这条微博 一般人15分钟 吃完一朵火锅 确实很奇怪 就那个时候吃火锅 是我们两个人 快吃完的状态 不是从一开始到结尾 才就只吃了15分钟 而且我这个小区 也不是荒郊野岭 周围有火锅店很奇怪吗 我说了15分钟 只是大概时间 我其实记不得多久了 那也是文学修辞 好羡慕 你先生作为IT圈高管 还有这么多时间陪你 他的上班时间相对自由 这啥省钱工作 我哭了 而且我也不跟他聊这些 他的太多事情 我平时还是比较忙 作为独立女性 我会只关心我自己的事情 那家里的事情 你也不操心吗 对 对房子不用我养车子 不用我养个孩子 暂时有别的人 就也不用我来担心 就是基本上 我先生都会安排的明明白白 孩子培训班的老师 我也没有家 都是他对接的 所以家庭的投入 可能是我先生更多一些 但对这点儿子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当然我老公也会有一些怨气 觉得我可能太忙碌 但是我是作家 如果整天沉浸在这种带孩子 鸡毛蒜皮里面 孩子没有浪漫的灵感 双11买什么了 没有 我这几年都没有用淘宝了 唯款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梗 这是不是韭菜的新型割法 我出去买东西 从来不寄牌子 走进店里合适买了就好 比如我上次试的大衣 什么 对 你说就那个 怎么会记得清 自己每件衣服的品牌呢 那平时都去店里买吗 喜欢买什么牌子 我完全不会记得这些事情 而且我也并不care这些事情 你能说出自己衣服的品牌 是因为你是时尚编辑 比较敏感 这场人谁会记得呢 所以你才是法尔赛吧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可以把之前的微博修改一下 你会怎么改 我会把某些具体的金额和品牌名 都删掉吧 可能就会显得没那么法尔赛了 我发微博真的只是为了 给女孩子一个激励 比如不要天天有身材焦虑 颜值焦虑 去努力 去奋斗 去赚钱 有钱就会有一切了 大家怎么会理解成这样呢 那给现在的年轻人一句建议吧 我们怎么才能像您一样的成功呢 对女生的建议是先脱贫再脱单 对男生和女生都有的建议是 要有野心 不要当闲鱼 我觉得我一直就是 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 而且想在北京做个中产 不是靠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吗 关于萌奇奇的故事是真是假 与他聊了仅仅两个小时的我们 并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结论 但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无论如何 我们都觉得没有一种生活方式 需要用谎言去搭建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视频 别忘了给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